松原别馆主办的音乐深呼吸活动 日前邀请到音乐治疗师到松原别馆 带着大小朋友一起用音乐感受美好夏日 透过动静肢体和乐器的互动 增加亲子间交流机会 也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来体验 在松原里围绕音乐的舒适感 听音乐扭动自己的身体 解开彼此的尴尬也增加彼此的信任 由松原别馆主办的音乐深呼吸 在炎炎夏日被松原围绕的小木屋里进行 从一岁到十岁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 透过音乐和肢体的互动感受彼此的呼吸 第二个就是肢体动一动的部分 我们听了节奏清爽的音乐 清楚的节奏来带动身体的动能 所以就由我先示范这些基本的动能 拍手啊 简单的皱眉头啊 拍拍头啊等等 这些简单的动作 让来参加者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认识一些动作 其实他们所有的动作 不管是任何的动作 只要他们做得出来 这些动作都不尴尬 而且是一个动作 是被重视的 在团队当中是被重视的 被尊重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有小一岁的到九岁到十岁的 所以即使是一岁的小朋友 我们也可以尊重他模仿他的动作 这个意念让这样带回去的时候 其实不仅是能够照顾到孩子 也照顾到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这样的互动 去模仿 从这当中来得到同理心的学习 所以这是第二个动作模仿的动作 那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小朋友很活泼 有很活泼的在地上打转的 那也有很 也有模仿的很清楚 有不愿意动的 那大家都模仿着他 不愿意动 或是只是甩头而已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带给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意义的一个动作 我们设计这个活动 主要是让亲子一起来放轻松 所以不是家长一直要小朋友 有多杰出的表现 而是让大人跟孩子 能在音乐的环境下 舒舒服服的享受音乐 透过肢体动一动 一湿一土的腹式呼吸 让孩子溺在家长的肚子上 感受彼此的节奏 和增加亲密的互动 一起喘息放松 面对无法静下来的孩子 老师现场也透过乐器 将孩子缓缓拉入自己的世界 专家认识自己孩子的机会 记得长邦彦华理事报导